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年前 广东潮州的木雕匠人就通过他们高超的手艺 在一块平面的木头上雕出了多个维度的空间 广州美术学院的教授在考察完潮汕地区的明居后就曾感慨 这里村村都像木雕博物馆 家家都像木雕陈列士 根据于潮汕地区千百年的地域文化中 潮州的木雕以其极为精致的雕刻和精湛的工艺美术组成 历经千年而不衰 是中国四大木雕工艺之一 其中最具特色的就是层层镂空记忆与镶嵌在外的精湿共银 各位好 欢迎收看凤凰大视野 近年来火热的3D裸眼技术风靡全球 这是一种在平面里显示三维图形的技术可以说是真实的错误 然而很多人都不知道早于一千多年前 广东潮州的木雕匠人就通过他们高超的手艺 在一块平面的木头上雕出了多个维度的空间 广州美术学院的教授在考察完潮汕地区的明居后就曾感慨 这里村村都像木雕博物馆家家都像木雕陈列室 根据于潮汕地区千百年的地域文化中 潮州的木雕以其极为精致的雕刻和精湛的工艺美术组成 历经千年而不衰 是中国四大木雕工艺之一 其中最具特色的就是层层镂空记忆与镶嵌在外的精湿共银 在广东潮州古城李德农的家里 刚刚运来了一个庞然大物 这段粗大的木头几乎占满了整个院子 李德农虽然和木头打了一辈子交道 但这样的木雕也还是第一次见 一米多直径 两米八高 是南小 南小 也应该又挖 挖碰心事了 李德农是潮州地区远近闻名的木雕师傅 很多人都愿意把难得的木料送到他手上 通过他的构思和创作 制作出潮州地区传统的木雕作品 虽然李德农制作过的木雕 起码有几千件之多 但要结构如此硕大的木雕 也是他生平中的第一次 真的从来还没有梦过 越看越看这么大的东西 真的越有满足 远古时期 森林是人类繁衍生息的游览 树木给人类的先祖 提供了生活和生产的馈赠 在世界的五大洲都出现了 有着自己风格的木制品 从实用性的到具有艺术性的 几千年来 中国的木雕艺术也形成了众多的流派 根据不同地域的文化特征 呈现着自己的个性和魅力 李德农所在的潮州 是座岭南古城 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 两千多年的岁月更迭 得以让这里沉淀着 众多古老的文化印记 木雕曾经是家家户户 实用而常见的建筑和家居的装饰 而潮州木雕艺人 擅长多层次镂空的立体雕刻工艺 这层层叠叠 玲珑剔透的绝技 让潮州木雕在中国 成为独树一帜的流派 又因为木雕在制作完成后 会进行贴金的广化 从而使得木雕作品 金碧辉煌 意义生辉 因此这门木雕艺术 又被称为金漆木雕 虽然李德农对眼前的这块大木头充满了兴趣 但他现在还没法投入创作 因为在他手里 还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 没有完成 在潮州的市区 有很多古建筑 而当地一直都在进行古建的修复工作 有时 一个三百平米的老房子 其中需要复原的木雕 就有几十件之多 而眼前这个宅子的木雕复原工程 李德农已经做了快两年了 期间他几乎每天都会花费八九个小时 在木料上进行雕琢 可就算这样 每过几天都会有人被派来查看工程的进度 李德农认为 自己从来没有浪费过一点点时间 除了吃饭或者上街走一下 其一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在这里 工程的进度缓慢 其实和木雕的工艺有关 不仅仅是工序上的繁琐 更因为对每一个环节都非常的苛刻 首先木雕的原料必须是张树或者山树 潮州木雕和其他地区的木雕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注重通透立体的造型感 用丝丝入扣的多层空间展现对细节的刻画 这和一般的浮雕原雕的技法完全不同 因此对木料的选择也就更为严格 从宋代开始潮州木雕就选用张树 因为它木质柔软而富有韧性 不仅容易雕刻 还有驱虫防腐的特性 粘木它也不会虫竹 它就有香味 或者木雕应该是熟爽的材料 选好木料后 要先放在通风的库房里两年多的时间 让木料干燥 这样制作出来的木雕才不会变形和干粒 木料的含水量在10%左右才能达到雕刻的要求 虽然李德农并没有 这不但让李德农能够借鉴传统的题材 也让他有机会去仔细琢磨 以前木雕师傅的精湛记忆 远古时期的耸立山峰 今天正在召唤 上往那边跑的那种冲动 有冲动的我跑不动了 上古时期的浩瀚海洋仍然育婴生机 这点变化就是改变我的记者的生活 改变我的生活的机会 千百年锤大出的记忆 在传承与创新中前行 像流动的小栗粒 它整个是流动的液体的泥流 我六岁开始学习刺绣 当我坐在绣架上绣东西的时候 慢慢都会很迁就我 当国营救厂房 遇见艺术画廊 流水绕口街 小桥连老铺 青池为旧柴 传统的建民房 几乎要倒塌了 后来给它进行了一个维修 美丽乡村 指尖上的传承 中国故事 中国之心 游走中国 五州闯播中心 携手凤凰卫视 2018年1月1日开始 凤凰卫视中文台 几略黄公祠 被誉为潮州木雕第一局 它是祭祀潮州市区望族 黄几略的私人祠堂 一百多年前 黄姓族人为了修建这座宗祠 请来了当年潮州城里最好的木雕艺人 据记载 西时的潮州木雕艺人 都有斗艺的传统 类似于现代社会的劳动竞赛 主人在建屋时 为求精益求精 会请来两位师父 由他们各自负责一侧的装饰 并在大堂中间竖起一堵墙 防止偷艺 待到完工之日便是拆墙之时 届时师父的记忆便可一笔高低 而己略黄宫祠正是这种传统下诞生的杰作 起源于唐朝的潮州木雕 在明清时期是最为鼎盛的 己略黄宫祠里面雕刻的主题 非常的丰富 包括戏曲 故事 龙 凤等瑞兽 以及各种赋予美好意愿的题材 这正体现了潮州木雕所追求的 图必有益 益必吉祥的传统 这家传统比较好的意图 果然是代表富贵 就喜剑和梅花配起来 是喜上梅上 传统的东西会理解的 它肯定是一目有长 除了参考古代木雕的题材 李德农还会研究中国的传统国画 为自己木雕设计 做画稿的准备 很多艺术都是从一张图纸开始 而潮州木雕以前却并非如此 以前这些师傅 他拿起刀能溜刻 但是你用它画出来 他没办法 然后一边做一边创作一边想象 李德农曾经在广州美术学院 接受过美术方面的培训 他的木雕作品 更讲究艺术审美 既保留了传统潮州金漆木雕 精致细腻多层次镂空的特点 还更加讲究木雕空间的布局 比例的协调 构图点线面之间的处理 李德农会根据木料的特征 制作随行的木雕作品 并且把木色和金漆两部分 处理的恰到好处相得一张 持续了将近两年的 古建木雕的复原工程 现在只剩下一块墙壁上的 木雕挂屏 李德农设计的莲花 葡萄 金鱼等元素 并给它取名为金玉满堂 因为有着专业的美术素养 李德农在画稿的部分 就非常的惊喜 这会让最终的成品 更加的完美 潮州人是非常重视传统的 年节假日 半神祭祭祖都颇为隆重 潮州虽然地处于越东的南端 但古时候 无论金榜提名的 还是外出经商的人 都会回到故乡 从中年代过来 刺繡啊 六刻啊 舞台艺术啊 那其实潮州木雕 它应该也是受这些影响 这些文化的影响 潮州人功成名就 自然要安居乐业 大兴土木 翻兴祖屋的时候 会用木雕装饰 正是有了潮州 这样的传统的人文风情 才使得木雕这门技艺 伴随着古城的发展 代代传承 在开始木雕前 李德农先将画稿 粘在木料上 第一步雕刻 叫粗批成形 按照画稿上的线条 雕凿出花色造型的 基本轮廓 我们这里还是像古丹那样 细细的 一条线 有些个雕刻的 李德农下刀干净利索 丝毫不会拖泥带水 这个阶段的雕刻工艺 属于浮雕的手法 其实非常的消耗体力 平均一分钟 需要雕凿四十多次 一天八小时下来 接近两万次挥动手中的木锤 这对于移锅花甲之年的 李德农来说 不仅是体力 也是意志上的考验 好强啊 搞着这只所工艺的人都有这样的特点 好强 其实这也是一种追求的问题 随着几个星期的雕走 木料上画稿的部分 已经越来越少 平面图形正在向立体造型转化 这个从二维到三维的过程 全靠李德农自己在技法上的经验和想象力 我主要是用饼线面结 饼好像那芦苇啊 那金鱼啊 线 就好像那芦苇的叶片啊 还有这铃鎬 大变的额叶 就是面 朝中木雕的工具和传统的木饼刻刀不同 这是为了便于深层次的镂空雕刻 朝中木雕是使用铁柄 它是刀口框 后面铁柄是细而长 你怎么深 再深它也没影响 因为刀口能进去 它后面也肯定就能进去 能够把朝中木雕多层次镂空记忆展现得淋漓静致的 肯定是木雕行当里面最知名的作品 虾蟹楼 作为朝中木雕的代表作 虾蟹楼无论体积大小 做雕刻的虾蟹都活灵活性 姿态各异 螃蟹和龙虾有的剑拔弩张 好像准备争斗 有的显露出泰然处之的王者风范 在多层次的立体空间里 动静有赤 疏密有许 就连竹篓和绳结这样的细节 也都雕竹得细致入微 虾蟹楼通透鲜薄 充分展现了潮州木雕艺人 非凡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李德农现在所雕刻的金玉满堂 虽然没有虾蟹楼那么复杂 但在金雕的环节 同样需要让花草生动 让金鱼活灵活现 这个步骤是个细功夫 需要拿捏好力度 考验木雕师傅 手眼心法的协调和配合 从原来的一块普通的木板 到现在已经粗略地 看得出花色图案 整整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而上面每一个花草和动物 还都需要精修造型 这金鱼百尾的动感 鱼鳞眼睛等等细节 都必须要一丝不够 雕刻好的图案 还要进行仔细地打磨 去除掉刻刀的痕迹 同时让造型更加地优美 精细光朵 给造型把它生动起来了 远古时期的耸立山峰 今天正在召唤 上往那边跑的那种冲动 有冲动那我跑不动了 上古时期的浩瀚海洋 仍然郁郁生机 这种变化 其实有改变我自己的生活 改变我的生活之力 千百年锤打出的记忆 在传承与创新中前行 像流动的小核力 它整个是流动的液体的泥流 当国营旧厂房 遇见艺术画廊 六毛钱一匹 每一间有特色的 有砖头墙 让岁月沉淀过往 让历史告诉未来 凤凰大师也一跃剧现 美丽乡村 指尖上的传承 中国故事 中国之心 游走中国 五周闯国中心 携手凤凰卫视 2018年1月1日开始 凤凰卫视 中文台 朝洲是个靠海的城市 而且每年还有梅雨季节 这种潮湿的气候环境 对木雕非常不利 容易造成变形 甚至腐烂 但李德农倒没有太多的担心 因为朝中木雕师傅 个个都是调漆的高手 油漆是木雕的保护层 要用大漆和铜油三漆的比例 进行调配 两种物质 要进行充分的搅拌 才能相互的柔和 这个调配的过程 必须在高温下进行 李德农会在高温灯下 搅拌足足十几个小时 这样的油漆 才能在木雕上 形成透明的油漆膜 让空气中的水分 不能侵入 同时 也是在木雕上 贴金箔的粘合剂 油漆核实达到要求 李德农会反复地测试 分析调配的状态 这关键是你又控制 我又达到怎样的 这应该是平均面 油漆调好后 还要用纱布过滤 把油漆中的杂质去除掉 这样刷在木雕上 才能让造型的表面 光洁平滑 最后一个步骤 还要加入这种 被称为银丹的粉末 让油漆变成红色 它的作用 不仅在于 可以保护木料 不受轻视 同时鲜艳的色彩 还可以烘托出 贴金的光亮度 给木雕上漆 要非常的仔细 不能放过 每一个细小的纹理 上漆不仅要反复很多次 而且油漆的薄厚 必须要均匀 上漆之后 需要把握一个 尤其很关键的时间点 就好像我们用手去磨一下 它又稍微有点点亮 又不会亮 这个钢湿度刚刚好 这个时候会迎来 木雕最辉煌的一步 贴金箔 这个金箔呢 我们中国厉害吧 就把这个黄金 把这个金属 就一层一层 吹吹吹吹吹 各位好 欢迎收看 凤凰大视野 近年来 火热的3D裸眼技术 风靡全球 这是一种 在平面里显示 三维图形的技术 可以说是真实的错误 然而很多人都不知道 早于一千多年前 广东潮州的木雕匠人 就通过他们高超的手艺 在一块平面的木头上 雕出了多个维度的空间 广州美术学院的教授 在考察完潮汕地区的明居后 就曾感慨 这里村村都像木雕博物馆 家家都像木雕陈列士 根据于潮汕地区千百年的地域文化中 潮州的木雕 以其极为精致的雕刻 和精湛的工艺美术组成 历经千年而不衰 是中国四大木雕工艺之一 其中最具特色的 就是层层镂空记忆 与镶嵌在外的精湿工艺 各位好 欢迎收看 《凤凰大视野》 近年来火热的3D裸眼技术 风靡全球 这是一种在平面里显示 三维图形的技术 可以说是真实的错误 然而很多人都不知道 早于一千多年前 广东潮州的木雕匠人 就通过他们高超的手艺 在一块平面的木头上 雕出了多个维度的空间 广州美术学院的教授 在考察完潮汕地区的明居后 就曾感慨 这里村村都像木雕博物馆 家家都像木雕陈列士 根据于潮汕地区千百年的地域文化中 潮州的木雕 以其极为精致的雕刻 和精湛的工艺美术组成 历经千年而不衰 是中国四大木雕工艺之一 其中最具特色的 就是层层镂空记忆 与镶嵌在外的精湿工艺 各位好 欢迎收看凤凰大视野 近年来火热的3D裸眼技术 风靡全球 这是一种在平面里显示 三维图形的技术 可以说是真实的错诀 然而很多人都不知道 早于一千多年前 广东潮州的木雕匠人 就通过他们高超的手艺 在一块平面的木头上 雕出了多个维度的空间 广州美术学院的教授 在考察完潮汕地区的明居后 就曾感慨 这里村村都像木雕博物馆 家家都像木雕陈列士 根据于潮汕地区千百年的地域文化中 潮州的木雕 以其极为精致的雕刻和精湛的工艺美术组成 历经千年而不衰 是中国四大木雕工艺之一 其中最具特色的 就是层层镂空记忆 与镶嵌在外的金漆工艺 在广东潮州古城李德农的家里 刚刚运来了一个庞然大物 这段粗大的木头几乎占满了整个院子 李德农虽然和木头打了一辈子交道 但这样的木雕也还是第一次见 一米多直径 两米八高 是南小 也应该要挖 挖空心事 李德农是潮州地区远近闻名的木雕师傅 很多人都愿意把难得的木料送到他手上 通过他的构思和创作 制作出潮州地区传统的木雕作品 虽然李德农制作过的木雕 起码有几千件之多 但要结构如此硕大的木料 也是他生平中的第一次 真的